宇宙诸神与人第三章 人间烟火 二 作者让皮埃尔维尔南 译者马向民 朗读者蓝珊 棋逢对手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上演什么戏码吧 诸神与众人如同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 宙斯高举宝座 命令普罗米修斯去执行分配的任务 普罗米修斯会怎么做呢 他牵来一头最肥硕俊美的大公牛 使出袍丁般的技法 干净利落地宰了他 并加以肢解 接着他把这些肉油皮骨分成两堆 一份给神 一份给人 以此划分神与人的势力范围 它是怎么分配的呢 就像后来希腊人在祭神时所做的一样 他先将牛砍死 再去皮 然后肢解牛身 他首先把牛身上最长的骨头 也就是前后四条腿骨卸下 然后再把上头的肉刮干净 清好了腿骨 再卸下其他骨头并集中起来 最后在骨头上涂一层闪闪发亮 令人垂涎欲滴的纯白牛油 这就是他准备好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堆又有些什么 普罗米修斯把牛身上每一块能吃的肉都集中到这一堆 然后再把牛皮盖在肉上 这堆附上牛皮可以吃的肉 与粘稠又丑陋的牛味与牛肚放在一起 看起来怪恶心的 分配的工作就这么完成了 一堆是令人垂涎的牛油 涂在一点肉也没有的白骨头上 另一堆则是肥美可口的肉 上面却盖着令人作呕的内脏 普罗米修斯把这两堆摆在宙斯面前任他挑选 以此决定神与人的势力范围 宙斯看着这两堆说 哎呀呀 普罗米修斯 你这爱耍小聪明的东西 你分的这两堆也太不公平了吧 普罗米修斯看了看宙斯 微微一笑 宙斯当然早就看穿了普罗米修斯的轨迹 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 有人建议宙斯选第一堆 他也同意了 他得意洋洋的将手伸向涂着雪白牛油 比较漂亮的那堆 在场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 然而当穆斯翻开这堆令人食指大动的东西 却发现里面除了骨头还是骨头 他马上对故意骗自己的普罗米修斯大发雷霆 这个故事有三幕 现在第一幕已经结束了 在这一幕的结尾 我们知道了从此以后 人与诸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维系的 人借着献祭与神发生联系 就像普罗米修斯为他们做的示范一样 人在神殿外面的祭坛上烧起种种香料 等到香气弥漫再放上去肉的白骨 因为用油脂涂得闪亮的白骨才是属于神的部分 这些东西在燃烧之后就会化成一股香烟生上天庭 至于人呢 就把其他的部分留着自己食用 他们将一块块切好的肉 尤其是肝脏以及其他美味的部分 用铁或青铜做成的长铅插上一串 直接放在火上烤熟 其他肉则放入大锅里煮熟了吃 从此以后 人要吃肉的时候 就必须先向神献祭 把燃烧骨头所产生的烟 传送给神之后 再把肉或烤或煮来吃 这个故事颇出人意料 看起来 普罗米修斯似乎是骗过了周斯 用伪装的方式 把动物身上可食用的最好部分送给了人 留给猪神那些中看不中吃的东西 这样的分配难道不是个骗局 表面上所看到的仅仅是假象 但实际上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好的东西被伪装成丑陋的 不好的东西却被披上美丽的外衣 但普罗米修斯分给人的 真的就是最好的部分吗 恐怕也不尽然 我们很难去界定数好数坏 当然 人类分到的那一堆是可以吃的 但那是因为人有设食的需要 它们跟神不一样 必须吃东西才能维生 人的生命并不是自给自足的 他必须从周遭环境 摄取所需的能量 否则就会衰亡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他需要吃面包 吃现寄过的肉 吃葡萄 养成的酒 但神哪里需要这些东西 神根本就不吃这些 繁俗的面包 肉或酒 他们不需要从外界 摄取营养 就能继续活着 他们只摄取那些 让他们维持神性的伪食物 神石先饮 神的能量和生命力 在本质上就与人截然不同 人只是一种次等的存在 所拥有的也不过是 有限的力气 与逐渐衰亡的生命力 人必须不断设食 来补充体力 因为人用了力气之后 就会感到疲惫 困乏 肚子也会跟着不争气的 叫起恶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 在普罗米修斯所做的分配中 最好的部分 不正是那一堆 中看而不中吃 被皱丝取走的骨头吗 就拿我们人类来说 骨头不仅是支撑 整个身体的粮柱 更是全身上下最具有神性 最珍贵的部分 因为皮肉是会腐烂 消解在空气或土壤中的 但骨骼却不会腐烂 是最接近神的不死特质 换句话说 在动物身上不能吃的部分 也就是不会腐败的部分 可说是兽类中 最接近神性的部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想 还可以发觉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骨头并不只是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在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骨髓 对希腊人来说 骨骼由于含有骨髓 所以更显重要 这种体液不但与大脑相连 也与经液相通 骨髓象征生命的延续 通过一代一代的生殖繁衍 生命有限的个体 可以无限延长它的生命 有了骨髓 人就不再只是孤立的个体 因为它会生儿育女 繁衍子孙 于是通过普罗米修斯巧妙的分配 神获得了动物的生命元气 也就是动物体内不死的那一部分 而人则获得迟早会腐坏的肉 也就是动物身上必死的部分 人被分配到动物已死的一部分 而这个必死的特质 正是区分神与人的决定性关键 从此以后 人就注定只能拥有必死的生命 注定在有限的时间中过活 至于神则是永生不死的 这样的划分 肘四早已清楚地看在眼里 如果普罗米修斯没有搞这些划招 而是明明白白地把骨头堆在一边 把肉堆在另一边 宙斯还是会选择象征动物生命的骨头 但现在这两堆东西 被加上一层虚假的外表 反而使宙斯看穿了普罗米修斯的有意蛮骗 因此宙斯决定要狠狠地惩罚普罗米修斯 在这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斗志竞赛中 双方都想尽办法 或用鸣枪或放冷箭要使对方认输 他们如同在进行一场刺激的棋赛 许许实实以退为进 都是为了击败对方不留后路 虽然宙斯最后赢得了胜利 但他还是被普罗米修斯的轨迹给绊了一跤